没有招牌没有店面 靠的是老顾客对自家出产茶的信任与喜爱 经过口耳相承 新丰茶园做出了自己品牌特色的茶 成城第二代拥有鹿野最老 种植四十几年的阿萨姆老茶树 阿三哥说 之前他任由自家的老茶树生长 长成两层楼高的茶树 后来决定把这些茶树重新修剪矮化 并将这些老茶树做出来的茶叶命名为阿公茶 种茶经验相当丰富的阿三哥说 好喝的茶一定要天时地利人和三合一 种好茶要管理跟天气还有功能都要配合 你要好茶叶你要放有机灰下去比较好的 要给它管理的话茶的品质比较好 它不是品质比较好 如果天气的话是说采茶都比较遇到下雨天 工能的话采漂亮一点 做起来品质会好一点 所以说天气功能才要多四三合一都要 墙上挂着满满的得奖品额 是对自家出产茶叶的肯定 顺应路也向大家一起采用自然农法有机施肥的观念 阿三哥带着家人当人工储草机 日出而坐日落而行用心栽培 早期红乌龙安美研发出来的时候 是说我们这个包种茶跟高山茶的比较 比较比较高山茶 等于都不能跟他们没有办法跟他们比 他们海拔一千我们海拔两百而已 后来我们这个台东分长 台东改郎场分长 厂长的研发了红乌龙 这个红乌龙刚好适合我们这个 低海拔的茶来做 目前感觉上是最适合的 阿销路也不错 迈胖 适合我们这边陆远无路茶的 那个海拔高度跟土 所以说红乌龙应该是 现在红乌龙销得不错 对我们来讲是差不多百分之适合的 阿三哥的人生始终与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祖传的茶叶在他手上开支展业 而为了永虚经营并发扬光大 他也加入了陆野制产红乌龙的阵容 带着家人一起把红乌龙推展出去 红乌龙在他喝茶 喝茶在他顺口温和 所以说年轻人慢慢的可以接受 以前年轻人都是喝低萱跟包装茶 现在有点改变来要喝成重发酵茶 种植乌龙茶用红茶烘焙技术制成的全发酵红乌龙 融合了乌龙的回甘与红茶的橙红色泽 喝下的每一口可以感受到茶浓的辛勤武力 而看到顾客满意的表情 对阿三哥来说那种滋味 不只是在口里更是甘甜在心里 甘地好乐好 肉业昂和牛真正好 感谢观看